说话说 养兰三年功 三年功都在浇水 其实呢 我觉得这有点过度的神秘化了兰花的浇水 兰花浇水呢 其实它是一个很很普通的 很正常的一种植物栽培的手法 你种植任何的植物都需要浇水 兰花也没有那么神秘 那么兰花浇水呢 有很多种 有喷雾 还有呢 直接用水杯水瓶直接浇下去 还有呢 用喷头拧撒 就是这个矿圈水瓶 在这个盖子上面砸几个洞 也可以拧撒 还有就是 把整个花盆浸在水桶或者是大水盆中 做盆浴 还有就是淋雨 方法很多 其实它们的归根结底 就是为了给兰猪提供生长所需要的水分嘛 没有那么多讲究 我们今天呢 这些都不讲 我们讲一个比较特别的 因为以前兰友跟我讲 他说 看过很多关于兰兰花的书 上面都有一句话叫什么 兰花不干不浇 浇者浇透 每次浇水都一定要浇透水 什么叫透水 就是从水从这里浇下去 要从盆底滴滴答来流出来 我一直一直这样子 每次都要浇透水 关于不干不浇这一点呢 我们在前面有一个视频 夏天的时候拍的 讲过了 很多的新手兰友 吃了这个亏 不干不浇 导致兰花最后空耕 其中的细节原因呢 在那个视频中 已经讲得很详细了 大家可以回去翻看一下那个视频 今天讲的是 这个浇透水和半截水 什么叫半截水 就是与透水刚刚相反的 透水就是这里浇下去 一定要从盆底流下来 半截水呢 就是浇少量的水 那么这个水分只够达到 花盆的一半半截 下半步呢 达不到 有男友他跟我讲 他说这个兰花是不能浇半截水的 兰花浇半截水会养坏的 果真如此吗 我不觉得 在很多的时候啊 我们还需要浇半截水 其实我们先从浇透水开始讲吧 兰花为什么要浇透水 透水第一个 很好理解的就是 让整盆植尿的湿度 均衡均匀 上下都达到一样的湿度 让这个蓝根能更全面的 全方位的去吸收这个水分 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 第二个呢 就是蓝花的根系在生长的过程中 它会吐纳 也就是呼吸嘛 吸入有腻的气体 呼出一些废气 排出废气 那么这个废气就会在 止尿中积聚 还有一些 微生物活动 所造成的废气物 还有施肥以后的残留物 种种种种吧 可以在我们浇透水的时候 把它冲洗出来 冲刷出来 就是起到一个 洁净盆土的作用 浇透水 因为有些呢 有它可能发现了 蓝花养过一段时间以后 每次浇透水 从这些浇下去 从盆底流下来的水 并不是清澈的 而是发黄 或者什么的 带点颜色的 那么就是冲刷了 盆土内的脏物质 第三个呢 这个浇透水有什么作用呢 就是在高温 除了鼠天 酷鼠的季节 这个盆土的温度呢 可能会有点高 我们在合适的时候 给它浇点透水 可以让这个花盆的 小环境温度 快速的下降 更适合蓝根的生长 这个时候的透水呢 是有效果的 是值得浇的 但并不是每个时候 都一定要浇透水 那比方说 我现在种植蓝花 它刚刚种植下去 两三天 这个蓝花的根系呢 不长 因为经过修剪了 或者是营种了 本身是自然根系比较少 很短 种在蓝花盆中 也就是上三分之一的高度 这个时候 你浇透水 就没有必要嘛 对不对 你浇到这个蓝花盆土中 蓝根吸收不到 而且你这个盆土 是新栽种的蓝花 它这个盆土下半部 也没有产生废气 废气物 脏物质 所以起不到一个 冲洗的作用 第三个 也不是夏天 剩夏的时候 很少有人种蓝花的 也不需要去降低 局部的温度 所以这个浇透水 完全没有必要 直接浇少量的水 就好了保持 因为你这个水 浇下去以后 它会往下渗的嘛 有一个重力作用 水往下流 它会往下渗的 你把 你浇个半截水 过了两天以后 它水往下渗 那么这个上面 反而更加的 更加的疏松透气了 就是说 含水量 就是 不会太高 不会造成积水什么的 这个时候就没有 就必要浇半截 浇透水 就完全可以浇半截水 还有一个就是 冬天 给蓝花浇点水 保持一下蓝株的 基本的水分需求 因为冬天蓝株 对水分需求的量 是比较少的 相较于春夏秋 特别是春夏的生长 忘记要说 它是非常少的 这个时候 你没有必要去浇半盆水 你就偶尔浇一下 就可以了 这个水分会渗的 植料有吸水性 你上面有水 下面没水 它会把它吸下去 吸水性 加上水本身的重力作用 它会往下渗 也没有必要去浇透水 冬天你浇透水的话 如果这个浇太湿 湿度太大 突然间遇到冷空气 比方说 明天突然降温了 那你一个措手不及的话 还很可能导致蓝花 被冻坏 是不是 这个时候就没有必要 去浇透水 再说了 在自然界中 就是我们仿自然状态的 养蓝方法 就是在室外 在室外的蓝花 是喝淋雨的 它不浇水 靠淋雨的 那么有人说下雨 一阵雨下下来 并不一定能控制降雨量 没有人为能控制降雨量的 那一阵雨下下来 以后仅仅的下湿了 上面这么浅浅的一层 过两三天 可能又下湿了 浅浅了一层 那么不三天两头的 叫半截水吗 那这个蓝花 长得也不是蛮好的 不是挺好的吗 是不是 也并不是因为说 叫半截水 就一定会把蓝花养坏 这不存在的 那么蓝花呢 它不管怎么说 半截水是可以浇 并不是不能浇 当然我们前面说了 你隔三差五的 隔个十来天 半个月 你浇一次透水 冲洗冲洗蓝棚 这是可以的 你就是说 你浇三次水 两次是半截的 一次是透水 这也完全没有问题 你这个蓝花盆土中的 张物质也被冲洗掉了 上下盆土上下的湿度 也达到一个均衡了 全方位的有湿度了 不一定去讲究 每一次浇水都一定要透水 非透水不浇 没有这么距离的 不要这么距离 其实浇水呢 讲究不是太多 我教训过 我就来说